今年賽季能不能延續這樣的狀態 以及阿米覺得自己有什麼樣 可以再進步的地方呢 馬上來聽一下楊敬敏的賽前訪問 去年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賽季 那當然對我自己個人而言 那確實我的努力 我的付出 也得到回報跟肯定 對團隊來說 因為人員上的變動 其實我想對我還是對整個團隊來說 其實也都是從零開始 然後我們其實在這階段 其實也救了很多的磨合跟調整 然後境況也非常的不錯 然後我想就是 今天對我們來說是第一場球賽 我想我們也會把最好的表現 還有近期所努力的一些成本 然後呈現在這個球場上 新北國王在主場第一場 希望有好表現 同樣是來做客的桃園領航員 也是新賽季的第一場比賽 而在他們今年球季呢 其實是有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包含人民的跟...